演讲厅内满满的人仔细聆听台上的演讲 这是科技部的人工智慧制造系统研究中心的启动会议 为了加速产业转型培育新世代的AI人才 清大AI系统研究中心宣告正式启用 我想就是近来这个人工智慧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科技部时尚也集合就是投资的非常大的研究经费 希望台湾有关的学界跟产学研究能够投资这方面的研究 那所以科技部就有大概支持100多研究计划 同时它有4个研究中心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研究中心 就是人工智慧在制造上面方面研究中心 这研究中心除了说是支持科技部的相关的AI的计划以外 史上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SERV业界 就是人工智慧在制造上面的应用的相关的平台 都在这个中心里面 所以今天这个中心的开幕等于除了是说宣告这个中心的成立 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大家所有人都知道说 有这么一个中心 然后它集合了相关的人才在这边 所以学界需要跟其他人互动 或者说业界需要寻求这个专家 这个平台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人工智慧曾经是电影中的幻想主题 但是在现在已经离人们不远 这次成立的AI系统研究中心 未来将整合产观学界的资源 不仅培育人才 更帮助传统产业加速转型 为台湾在地企业增加更多竞争力 透过扎实的研究以及实作的能力 未来更将会大力辅导年轻人成立新创公司 为NIT制造注入更多活力 凯破新竹综合报导 凯破新竹统争力